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部韩国金融犯罪电影《钱》 主人公伊贤是一名刚毕业的经济学大学生 和很多人一样 伊贤的奋斗目标就是成为一个有钱人 就这样伊贤凭借着自己充足的准备 成功的甩掉了其他竞争者 拿到了韩国最顶级证券公司offer 成为了一名股票经纪人 伊贤深知光靠之前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 在今后的道路上自己要不断的进步 于是入职后的伊贤时时刻刻都在独立学习 想要在此赶出一番大事业 但是令伊贤没有想到的是 十个月过去了 他却依旧在底层摸爬滚打 其实伊贤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他遇事太讲原则不懂得变通 而公司的宇晨恰恰与伊贤相反 作为富二代的他不仅口才出众 而且还特别会撩妹 虽然伊贤嘴上不说 但是心里的确是各种羡慕 一次正当伊贤失落的时候 公司刘科长却突然找到了他 原来刘科长是想邀请伊贤帮人操控股市非法获利 一开始伊贤还有点犹豫 但是看到公司的刘科长和其他领导都参与其中 而且还获得了巨额财富 于是伊贤很快的就走上了不归路 在刘科长的引荐下 伊贤也见到了幕后的神秘操盘手 操盘手给伊贤安排的第一个任务很简单 回报非常诱人 只要按照他的指示买入卖出 就可以得到五亿的报酬 伊贤很是激动 于是在刘科长的配合下 成功的就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通过这次实战 伊贤也越来越得心一手 之后伊贤陆陆续续的帮神秘人 完成了多次暗箱操作 走上了人生巅峰 不过这种快速成功的感觉 让伊贤越来越膨胀 他不仅租豪华公寓 花钱如流水 而且还化身渣男 背着自己的女朋友和同事搞大了一些 当然伊贤也并不是一直都高枕无忧 因为他被金融监督院的人盯上了 伊贤意识到事情要败露 于是赶紧找到了神秘人 并将此事告诉了他 然而对神秘人来说 应付这种事情就是小菜一点 他告诉伊贤说 一定要咬定自己指示下单 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 就这样伊贤成功摆脱了调查 继续帮神秘人暗箱操作 而且还开始参与到做空企业 拆入高利贷等违法的事 但是有一天 伊贤忽然意识到 自己为神秘人做的事 远比自己想象中的更加邪恶 因为自己只要做一单 就会导致几个家庭的灭亡 伊贤想要退出 但是神秘人却用伊贤的家人威胁他 逼迫他继续做事 但巧合的是 这次神秘人针对的竟然是同事宇成家里的企业 与此同时 伊贤电脑上的资料还遭到了泄露 于是伊贤被管理此事的神秘师带走询问 良心不安的伊贤看开了一切 于是便配合神秘师将计就计 布下了一个局 最终通过几人的配合 他们也成功的抓到了神秘人 给了他应有的惩罚 要从来没有